豬耳繩不是一個人來的 咦 方式人家不知道他搭水 低到十隻手指頭都是 逐到死 我看你像不低得多一點 糟糕 那些是豬耳繩來的 哪有逃得過我的金晶火眼 一看就知道了 兩道繩 什麼叫豬耳繩啊 豬要用繩來綁住他嗎 是呀 毛蕭姐 什麼叫豬耳繩啊 什麼呢 我個都是這樣說的 留東西嘛 就是豬耳繩 你這樣說 你又對 現在的人的確是把假東西叫豬耳繩 但是你都不知豬耳繩其實是一個人來的 還要是當時的網紅 豬耳繩呢 正確的寫法是豬耳繩 豬耳繩呢 是佛山南海的一個商人 在當時開了一間叫豬耳繩的首飾鋪 那在當時 他想到要用紙棟賭金 做成金色 那因為他手勢好 做出來的首飾好像真…一樣 還不會掉色 價錢又便宜 自然就好受歡迎啦 後來開開開開到來廣州 自然大班人爭著腰 你知道啦 沒兩件好東西 我沒有費事的嘛 那那些人就去買豬耳繩 那來充當一下 現在好少人這樣說的啦 唉呀 現在那些人就是懂 什麼內卷 躺平 那些老人說話 懂得叫豬耳繩嗎 老爺 趁著你還這麼生猛 快點說多一點啦 還有YYDS KWSL DDDD 這些就是廣東人咯 你看看吧 購物 我们下期再见